陈晴令这部电视剧一直都反响热烈,而主演就是肖战和王一博这两位小鲜肉了,而且这部剧细节满满,角色的性格也很丰富,几乎每一个人都拥有着属于自己的法器,那你们知道,他们给自己的法器取的名字有多随便吗? 本以为魏英的剑名字非常随便了,当得知聂怀桑的善名字,我真的佛了,首先就是大总公蓝湛小哥哥了,他的性格是冰冷的,但在遇到魏英后就完全变了,他拥有两个法器,一个和他的性格很相像,名叫碧晨,这是他的配件,然后他还有一把琴,叫忘机琴,这不就是他的名字吗? 更随便的,聂怀桑的善子可是非常强劲的,他凭借着这个善子,玩转了几大家族,他法器的名字是,玄铁善,是不是听着很熟悉,因为各个大佬都有叫啥,玄铁炼,玄铁盾啥的,所以,当听到他善子的名字时,只能说句,我佛了,魔道祖师里面的经典语录,带给我刻骨铭心的回忆,望现一曲远,曲终人不散,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,带回去藏起来,终是一坛天子终, 此生不悔入魔道